第十二单元造福人类的发明 菜伦造纸 在纸被发明以前的书有什么缺点? 连一连 硅甲,瘦骨 难以刻写 竹简,木简 过重 白愁 量少价高 根据课文内容 填写菜伦造纸的过程 把树皮 麻头 破布 破鱼网等剪断或切碎 浸泡在石灰水里 把泡软的材料倒入锅里蒸煮 再打碎成浆 把纸浆铺在席子上晒干 晒干后轻轻撕下 一张张的纸就制成了 甲甲骨 骨骨头 卷式卷 弱衰弱 省节省 浸浸泡 浆纸浆 封封地 尊尊敬 敬敬 敬敬爱 用以上生字构词语 甲骨 甲等 节省 省钱 浸泡 尽湿 尊重 尊爱 猜一猜 猜一猜 写出正确的字 木头上面有一点 拔案是 树 木上家少 一点不浪费 拔案是 手 门里有人才 关门不见客 拔案是 地 日在西山旁 阳光照四方 拔案是 晒 一点一横长 一撇到南洋 树林里边藏 拔案是 麻 研一连 写一写 试卷 硬甲 信奉 骨头 用适当的词语填空 完成对话 笨重 指某物或某人很沉重 笨桌 通常用来形容体积大 重量重 尊敬 对他人表示尊重和敬重的态度 省力 是指减少体力或精力的消耗 使事情变得更容易或更高效 决心 指的是对某个目标或行动的坚定意志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技术 技术指的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或解决问题所运用的技能、方法、工具和知识 习不遥暖 习不遥暖 形容事情繁忙 来不及休息 连做的时间都很短暂 胸怀大智 意思是心中有着远大的志向和目标 指发明 指发明以前 人们把字写在竹筒或木简上 再串成书 这种书非常笨重 所以蔡伦为了改进造纸技术 不断地试验 忙得习不暇暖 最后才找到好方法 哇 难怪蔡伦会备受尊敬 如果现在我们要带着又大又中的木简上学 那多不方便啊 可是我觉得我的书包还是很重 所以我下进决心要发明电动书包 这样更省力 你真是胸怀大智啊 加油 房里写一写 力改进技术 改进方法 决定方向 决定日期 尊敬的家长 尊敬的老师 轻便的衣着 轻便的行李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工作 以下画线的字中 哪两个的独一相同 圈一圈 卷区 卷尺 问卷区 答案是卷区和卷尺 省时 省力 反省 答案是省时和省力 方便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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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方便和便宜 大量 商量 数量 答案是大量和数量 方便宜 房利替换画线的部分 写一个句子 一 这种书不但数量少 价钱也高 这种书不但轻便 价格也很便宜 价格也很便宜 这种纸轻便又便宜 因此大受欢迎 这家服装店的衣服款式 多又便宜 因此大受欢迎 它想造出轻便又省钱的纸 工人们写字 它想造出功能多又特别的手表 工人们佩戴 人们把字刻在硅甲 瘦骨上 但是刻写起来很不容易 人们喜欢吃月饼 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很不容易 它想了很多方法 不断地试验 终于找到一个好办法 它努力向上 不断地进步 终于考上大学 值得发明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你想发明什么 你可以参考这些词语 来完成写画 最快的 最快的 最简便的 太阳能的 刷牙 飞上月球 赢得赛跑 在水下运行 在夜里发光 永远不会坏 我想发明 最快的跑步鞋 一边能在赛跑中 拿冠军 我的这双鞋 我的这双鞋不仅能在陆地上跑 林伯伯伯的店生意不好 门可罗雀 只好在生活上节省一些 由于哥哥好多科目考获夹等 因此获得奖学金 出国深造 天空虽乌云密布 但幸好没下雨 不然哥教工人的辛劳就白费了 那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说 人非草木 我不可能见死不救 仿利写一写 冒险 大胆冒险 冒失败的风险 养育 养育儿女 尽心养育儿女 粮食 粮食短缺 粮食严重短缺 决心 下定决心 下很大的决心 以下画线的词语 跟哪些感官有关 写一写 我们在柔软的沙滩上散步 走着走着 就到了餐馆 服务员捧出了农香扑鼻的海鲜料理 我们不禁食指大动 用餐后 服务员又送上酸中带甜的芒果 让我们眉开眼笑 味觉 酸中带甜 触觉 柔软 嗅觉 浓香扑鼻 用以下词语写一个句子 B 唇齿流香 伯母煮的海南鸡饭 让我们唇齿流香 竖紧腰带 旱灾的时候 灾民们只能竖紧腰带过日子 胸怀大智 小明胸怀大智 立志要当一名伟大的医生 功不可没 我笑在篮球比赛能够夺冠 黄教练功不可没 根据事情的顺序 填入正确的序号 今天 老师布置了画画的作业 我找来一张纸 一支铅笔 一块橡皮 和一盒水彩 我用铅笔在纸上 画上圆圆的太阳 和各种形状的花朵 我把太阳和花朵 涂上不同的颜色 我还在画纸的右下角 写上自己的名字 又首先 然后接着 最后把上面的句子 写成一个段落 今天 老师布置了画画的作业 首先 我找来一张纸 一支铅笔 一块橡皮 和一盒水彩 然后 我用铅笔 在纸上画上圆圆的太阳 和各种形状的花朵 接着 我把太阳和花朵 涂上不同的颜色 最后 我还在画纸右上角 写上自己的名字 回想一件 发生在春节或中秋节的事情 填写下表 时间 农历八月十五 地点 外婆家 人物 表兄弟姐妹 事情 玩蜡烛 提着灯笼 在公园散步 根据上表 写一段话 农历八月十五 是中秋节 每年的中秋节 爸爸都会带我们 回外婆家过节 这一天 我和表兄弟姐妹 会在家门前玩蜡烛 然后看谁能一口气 把全部蜡烛吹灭 我们也会提着灯笼 在公园里散步 我最喜欢在外婆家过中秋 我每年都期待这天的来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